大家好,今天要教大家畫的就是這個沙咀 首先沙咀就要一個海航線 然後呢,就要畫一些波峰出來 海洋的波峰 然後,為什麼會有這個沙咀呢? 就是因為這個,有這個沿岸的飄移 有了元朗飄移,一些沙咀就會因為這個元朗飄移 因為這個波峰的關係就會有這個沉積的作用 然後就會一路一路加上去 到最後,就會形成一個沙咀的形狀 那個沙咀的 dil Это事件 這部沙咀的緣會 有的對象 我們是有的 有的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